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美債的殖利率在攻破到了5%之後 渴望觸頂了嗎 台幣今天轉身 台股前低16202點 有沒有機會守住呢 好家在 儘管台積電鴻海 看起來今天早盤的股價 是持續的弱勢 那大盤的部分呢 好像有一點點鬱陣乏力 不過今天感覺整體信心啊 開始回溫了 儘管早盤走跌 但是美國股市當中的灰打反彈 指標AI股 微影今天臨漲漲停了喔 AI指紋了會不會是個好的現象呢 代表台股大人有在顧 海培股市有機會擺脫破底的危機嗎 但是啊 這邊呢可以找股票來佈局 還是說小心為妙呢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蕭宥明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鄭偉俊 偉俊老師好 明君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鄧尚偉 鄧老師好 明君 同學們 大家午安 好 真的是鬆了一口氣 又跌了好多天 總算台股只跌了 不只台股啦 今天亞洲股市全部都回穩 美債殖利率滑落 終於見到 台北股市反彈買點到了嗎 那我們看到今天台股股市盤面上面 誰最強就是車用股 今天1520的梗鼎 投信三連買 這幾天台股股市震盪 它為什麼連續三天買超呢 這一買不得了 盤中公道的亮燈漲停板 難道投信買起來 後面還有好戲可以看嗎 另外光電週要開幕了 今天前頂也是大漲要往百元衝 戲格更有肉 為什麼呢 請問老蕭老師囉 回答終於反彈了 AI回穩 台股反攻 開啟人道走啦 要怎麼逃呢 另外風測股最近好強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強 包含鈴聲 包含滑東 上半年虧損都還沒賺錢 卻連漲 有沒有什麼轉機呢 而紅海哭哭好可憐 跌破淨值到底可不可以減 昨天紅海是台北股成交量當中 最大的一檔股票 包含了跌破淨值的好多股票 最近都有反彈 準委群老師說的陳美財 男子店低於淨值 股價轉強可以買嗎 我們請委群老師幫大家來做追蹤 台北股是破底伴隨量縮 但老師教過這就是轉機 尤其第四季怎麼樣鎖定業績股 準沒錯呢 另外有一個族群最近好強 業績也很好 那就是軸承相關的 軸承就是包含了這個 折疊筆電的這個關節 跟這個折疊手機都要用 就等蘋果大家敲碗 你什麼時候要出折疊手機 軸承股筆電回溫 手機回溫可以影轉機嗎 請問鄧老師 我要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沒有大破就不可能大力嗎 好像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寫照 所以在美國股市當中的 美債殖利率碰到了5%的天花板之後 開始往下回落 讓全球股市鬆了一口氣 海股今天開盤之後在平盤附近震盪 盤中一度下跌 但是尾盤以及中廠 遇到了AI概念股停升而出 今天漲停板的加速還蠻多 AI的一軍也看到反弓的 反攻的跡象 大盤今天高低點有155點 中廠上漲58點 說在16309 本來破低也破了16000200點 豪佳在尾盤收復了 但量還是沒有增加2318億元 那今天AI正規矩啟動了 儘管還見鴻海表現比較疲軟 但是光搭漲4% 微影工漲停 偽創3天不破低 今天盤中也漲得有3%之多 可惜的是這個紅海 已經跌到了淨值之下了 但是鄰骨又繼續的減 這個短線效應 應該很快就可以度過嗎 好 大盤在今天開了一個低盤之後 一度打到前滴 破前滴 16163點 那是盤中有神秘的力量 買盤向上拉抬 今天收了紅棒 而且尾盤幾乎是收最高 老師 我想問 包含了雅骨 美股出現了破底翻 台北股市當中有沒有大人的手 慢慢的在下面接 整體上明天是光復節 所以我們的看法 股股一定要重返要光復 最主要的一個回升的關鍵點 叫16373點 那有沒有機會 我們認為機率滿大的 其實我認為最主要就在於 就如同剛剛明君提到的 今天所有的亞洲股市全面都翻揚 然後我們就來看這個巴隆 巴隆這個其實是在早上8點鐘之前 就今天一大早6 7點的時候 他就說利率下跌 然後科技股上揚 他的意思就是說 科技股要動了 緊接而來我們看蓬勃 那蓬勃的看法就是說 債券經由過去這一段期間的 瘋狂式的一個變動之後 他說今天亞洲股市會捲土重來 會去 也就是說在亞洲股市未開盤之前 為什麼Bloomberg他敢講 他怕說亞洲股市今天會去 接下來我們看路透社 他說第一個利率這個下跌 利率出現下跌 就過去公債殖利率如如上揚 他說利率只要下跌 那整個股市會平穩 那市場會怎麼樣 會轉向 接下來就是重量級電子股要公布財法 就本週 我們之前禮拜一提到就禮拜三 關鍵在禮拜三 那為什麼我們先看左側 為什麼Bloomberg認為就是說 亞洲股市今天就開始會起漲了 最主要就在於我們看10月19號 10月19號的10年級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來到4.98 一度去觸及5個百分點 那我們看昨天 是不是從將近5就跌落到4.86 這是第一個 也就是說公債殖利率有適度 沒有持續往上做衝鋒 緊接而來我們看美股的部分 來 各位請看 美股昨天最低點道瓊工業指數 來到32892 也就是說美國股市的底線 就是32807點 整體上幾乎已經完全符合 這一次修正已經滿足了 所以緊接而來 不管是本週甚至於未來一週 應該去看接下來 它怎麼去挑戰33554點 這是在美股的部分 美國股市看起來 碰到這重要的支撐之後 有守住沒有再破低 那也連帶讓台北股市 跟亞洲股市今天破底翻 那從恐慌指數來做觀察 是否短線上面最恐慌的時刻過了呢 那整體上如果我們去觀察 恐慌指數我們從量價結構來看 其實它在告訴我們 恐慌指數是會破底的 因為它會破底 對 你從量價結構來看 它告訴我們它會破底 為什麼 首先我們來看 只有兩個主要交易日 一個是10月18號 一個是10月19號就這兩天 也就是說10月18跟10月19 第一個10月18號它爆量了 那爆量之後接下來 波動率指數VIX 它就守住這個最大交易量 是不是得出一條頸線 最大交易量 當時最大交易量 這個點叫A嘛 最大交易量 是不是得出一條未來的頸線 所以整體上 VIX是不是都守在這個頸線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它還要漲 緊接而來呢 整個格局就出現扭轉了 為什麼扭轉 10月19號扭轉了 因為它爆出更大的量 如果是個多頭推升 理論上10月19就不需要爆量了 你就順勢往上推 那VIX就一路往上走 那股市就不知道要低到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最主要就是在10月19 你為什麼又爆量了 這不合理 就是說你在這裡爆量 整個VIX是個多頭 可是你19號又爆量 爆出這個量 V的量是不是遠遠大於A V大於A嘛 V大於A代表說 V可以持續往上走 可是V不能守不住20.6 如果V守不住20.6 這個25 這個A絕對守不住 因為它比它大 交易量這個V大於A 所以它一定會守不住 我明明就來看 第一個這也是得出一條頸線 單純從VIX來看 它的頸線就是19.6到20.6 在這個區間 目前停在這裡 那這個守不住嗎 守不住 為什麼因為V大於A 所以它會轉為破底格局 一旦轉為破底格局 包括美股跟整個亞洲地區 我們認為不排除 這一次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反撲 尤其最近老師老師說 美債殖利率從5%的高水位 往下掉之後 讓亞洲股市都鬆了一口氣 那就連過去 這個放空美債的人都改口 他說現在不要再放空了 因為可能跌幅有先 代表說全球股市要反轉了嗎 斯大明師都講了 有機之潭只欠東風 尤其美債殖利率反轉就落底了 東風來了嗎 因為連大空投都獲利出場了 那我可以問嗎 有沒有可能很多人 想要買美債ETF的 可以來抄底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從這股市方面來做觀察 畢竟要波動度比較高 那些股票 看起來有率先發動的機會 今天台北股市這破底翻 最強的是誰 不是AI 是車用干電股 好 車用干電股 我們之前一直掌握的倉佑 倉佑公布9月字節賺了1.23元 單月賺到去年Q3近半的獲利 處分中國廠貢獻近2元 預估Q3獲利讚 另外耿鼎最強 今天10點多之後 公道亮燈找停板 投信連買三天 為哪裝呢 而另外老師老師 要大家關注本週的大件事 電子股的這個領頭羊 就是聯電啦 聯電外資 關注它的COWAS需求 成熟製程 什麼時候落底 明年的展望等等 反而預估 編織助攻 Q3可以賺1塊錢 Q4落底 全年可以賺4.5到4.8元 等於殖利率算一算 今年這樣看還不到10倍 好 老師我們來問一下 今天最強的就是這個1524的梗鼎 梗鼎 我們先不要講它的這個 就是基本面之類的 光看投信很奇怪 這三天台股鎮 他瘋狂的買 連買了三天 過去很少買 為什麼這時候來佈局 我的看法就在於 永遠針對台北股市 除非你是站在空方的 假設你是做多的朋友 你一定要去找超越大盤 也就是說你只要簡單做比對 比方說我們回顧過去一週 甚至過去一個月 那你從台北股市整個大盤 跟大盤做比對 那麼如果台股在跌 那這些個股市不跌的 甚至於是屬於正向的 那你不用猜 這些就是超越大盤的股票 可是超越大盤的股票 不代表會大漲 那怎麼辦呢 好 當你找到 超越大盤的標的股市後 第二個階段 你要去找集結噴出 也就是說我們叫做總噴出 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的不是日線圖 這是週K線圖 所以它時間是不是拉得很長 從2022年到2023年到今天 每一根K棒代表一週 也就是說從這張圖表裡面 這裡是個大集結 這個大集結一定是在這個區間 反正如果這一檔個股 商品股價它跌落 這個集結區的下緣 假設它現在在這裡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裡是不是形成龐大的套 對 如果它在這裡 那有沒有機會往上噴 有 它有機會來挑戰這裡 然後這裡就會碰到反壓 那這裡會很輕鬆 為什麼 因為這裡沒有賣壓 它往上來調整 照這裡就撞到了 那我們該怎麼辦 你要去找總噴出 或集結噴出的 就是說 第一個它超越大盤 第二個它已經告訴你 我隨時要發動了 那這種個股只要大盤一走穩 你會發現它 它就會一馬當心 所以整體上各位請看 它已經連續 其實不是一天了 這已經三個禮拜了 你看 是週限 對 它連續三週 是不是站在這個總集結的上緣 對 它硬是撐在這裡 那國際股市在這段過程 是下跌的 所以它是不是告訴你 我就是要去 所以當它今天大盤一旦走穩 它是不是世界 直接就攻上漲天 你要去挑這種 總噴出的個股 那你的成功率會比較大 所以當你各位 你加入我們Light Aid 來 這裡有個叫集結區 什麼叫噴出 就是股價在這個集結區上緣的 這個就叫噴出 舉例 育龍 如果育龍佔上84塊 那就要噴出 地堡要佔上13塊1 耿頂呢 二十六個盤 騎著你二十六個盤就叫噴出 有打勾的 就是它已經形成噴出了 所以各位你加入Light Aid之後 你可以去看那個集結區 只要在集結區之上的 縱使沒有五分 你都要正向去觀察 而不是負面的 好 那從耿頂 這個周黑線跟集結區的 相對關係 教學 大家可以知道怎麼樣找到 比較容易漲的標的 那另外看完車用之後 今天西光子族群 有一檔個股非常強 是4908的前頂 前頂股價今天 尾攀公道的亮燈漲停板 收99塊 看起來距離百元大觀 就只剩一步之遙了 西光子當中的坑林的獲利 非常的棒 但老師老師的 西光子得分表中做觀察 看起來比較有肉的 有別人 對 整體上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今天最主要就在AI出現 全面性的放撲 其實很明顯 再來AI就形成兩個部分 整體上我們認為 你還是要去看集結區 有站上集結區 那我們特別幫大家篩選一檔 叫6257的細格 那為什麼這麼講 第一個 它這集結是在這裡 58 但是因為它有更有 CV可轉換公司上 所以它有兩大題材 那我們從K線來做觀察 就是說你去觀察它 來 給我請看 來 我們去統計 一樣是從周線的角度 每一根是一個禮拜 整體上整個大集結 是不是落在這個區塊 那目前的股價是不是在這裡 那它已經直接告訴你 我就要集結分出 第一個 這裡是58 站上集結區 第二個 56這裡 這裡叫可轉載 叫CV的轉換價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首先它站上轉換價 站上之後在這裡 整理了一個半月 就是股價站上轉換價 站上轉換價也就是說 你持有細格可轉載的投資者 你可以拿你的可轉載 跟它換股票 那它能夠敢讓你換 並且站上大集結 這種都是醞釀要大 有一波強烈多頭的標的股 好 那本週要關注的 法術會大見識 那就是2303的聯電 那聯家軍當中最近的股價 主要是因為系統被關緊閉之後 掌勢稍作休息 不過老師 老師 我從這個得分表的 打勾狀況看起來 好像聯家軍多頭的格局 跟多頭的攻勢沒有間斷 對 整體上如果說 各位 聯家入LightEd之後 你去觀察整個聯電集團 雖然沒有什麼五分的沒有很多 你沒有 對不對 同一個 紅旗 可是整體上不要忘了 有打勾的 你看打勾的 打勾的就是它股價是站上集結的 那目前大家在盯誰 就盯著聯電 那為什麼盯著聯電 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各位你靜靜的看這張圖 50塊已分成50以下 跟50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56 這裡是50人 這裡50 這裡是50 這裡是56 然後也就是說各位請看 如果聯電的股價 接下來能夠站上50塊 那就不得了了 就代表它形成什麼 是不是形成標準的集結噴出 第一個叫集結噴出 你說難道它就沒有賣壓嗎 它有賣壓 賣壓在哪裡 在這裡 也就是說從50往上到56 這裡是什麼 這是空窗 代表這裡沒有套勞區 也就是說它一旦50 它就瞬間要攻56了 因為這裡沒有套勞 它的套勞是在56到59 也就是說過去你套聯電的 你不會套在50到55 你主要一定是套在56到59 好 又有一個問題來了 如果套在5659 假設聯電它確實佔上50了 它也來攻5659那怎麼辦 對啊 那你就要做比對啦 好 如果這裡叫A 這裡叫B嘛 這裡是不是A 這裡叫B 你就要上下比對 請問是A來得強 還是B比較多 你一看A這麼一大堆 對 B就這麼一點點 那當然是來到這裡整理之後 我們認為還是持續會向上做推升 站上的比較難過關的50之後 反而連電再向上挑戰 56到58那一塊 難度比較小了一點點 就看法術會 可不可以這董事長給大家 比較正面的訊息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AI概念股 今天開啟人道走廊了 還基電工程深對 他是微影工長停辦 老師 AI有沒有機會 讓股民們稍微少賠一點 那整理上AI其實你就一定要加入Light 你說為什麼 來 你再看一次 你就看這裡就好 你什麼都不用看了 就看打勾跟藍色三角形 藍色三角形是什麼 是跌破集結區 你說 跌破集結區呢 也會漲 也會漲 一定漲 為什麼 跌破集結區它在告訴你什麼 第一個 它現在離上檔套牢 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在技術分離的角度 這種叫覆乖離過大 對 覆乖離過大 絕對會反撲 它一定會反撲 它會反撲到哪裡 就應該是 不是你問我 換我問各位朋友 然後就是說 好 比方說我們看到AI 這裡開始漲 請問你 不管你從廣達 偽創 音業達 任何一檔套 請問它要漲到哪裡 因為說 我怎麼知道它要漲到哪裡 它漲到集結區 對啦 它當然是漲到集結區 就是說它會去反撲 這個集結區嘛 就是它現在離這個 打這個藍色的有沒有 這哪些的 就代表它被跌破了 它跌破之後 那這裡往上是空窗 沒有反壓 你不用怕 反壓在哪裡 在集結區 沒有到集結區之前 它要漲很容易的 但是來到集結區 那你就稍微要警戒了 就是說來到集結區之後 你的做法就在於 第一個它有沒有補量 去挑戰 假設沒有 該小心 藉此就一定要小心 好的確 AI鎮定股很多 哪些個股有機會反彈 站上集結區 應該說來到集結區 集結區的區塊 看起來價位還落差 有一定的範圍 那同學們怎麼樣來掌握 這個後面的節奏呢 可能要觀察一下 這個量能的變化 另外呢 老師老師在我們的Lighton裡面 除了提供AI的得分表之外 包含威盛集團 也有給大家最新得分表的分析 同學們怎麼跟老師老師 要有資訊呢 您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的QR Code 可以跟老師老師來聯絡 用手機的鏡頭掃一下 另外也可以用手寫輸入 在Lighton裡面的ID 也可以找到老師老師的Lighton 那老師準備了很多的資料 每天都有幫大家很辛苦的更新 有問題都可以提出 老師有空會在Lighton裡面 跟同學們來做互動囉 今天好加載 美債殖利率回落台北股市 雅股破底翻 尤其AI成為了救援投手 尤其偽創 微群老師講好多天了 不破滴會談 微影更是工漲停板 AI概念股開啟人道走廊 怎麼樣躲避轟炸呢 請問微群老師 休息一下 捨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的AI概念股 AI一軍 真的開啟人道走廊了 要逃命的時候 還是要小心轟炸 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是揮打 總算不跌了啦 揮打雖然在美股當中 是大漲了近4% 1兆美元市值保衛戰成空 要聯手安摩 搶入ARM架構的PC市場 延調機構說 英特爾五年之內 將會是10%的市佔 所以都被其他的晶片大廠給南瓜 揮打漲3.8% 安摩爾漲4.8% 英特爾是下跌的3% 揮打撐住僅限409美元 AI概念股今天靠著這根紅K棒 起死回生了 AI成為台股當中破底翻的 最佳救援王嗎 主要是因為 這個晶片禁令生效前 有一個這個搶許可證 可以快速出貨嘛 美希外資講 威達GPU訂單並沒有下修喔 亞馬遜的 雲端ASIC伺服器晶片 第四季會出貨 那威影是新廣達偽創 全面的大回升 由今天最強的第一名 就是6669的威影 公掌停板 外資三連賣 投信三連買 那偽創部分也是投信轉買 廣達投信八連買 而且它外資廣達也有買喔 現況是 偽創連四紅不破第一 威影出現了低檔長紅棒 廣達則是200塊錢撐住了 好老師 這個AI概念股 其實你在上個禮拜就跟大家提醒了 不要隨便殺地 這邊會醞釀反彈 但大家下一步的問題有想問 反彈會談到哪 那怎麼樣來做處理呢 不過我們在講AI之前 現在來談一談 最近低檔概念 低價概念股很夯 封測相關的 記憶體相關的特別強 尤其是封測股 好多檔個股 並沒有看到營收獲利明顯增加 為什麼漲那麼快 你說主力喜歡操作是OK 可是問題是 這族群性有一點點明顯 難道有轉機嗎 好 羅翔 其實近期來說 就是我們跟各位同學報告的 我說其實你可以看到 很多低檔的消費型電子股 慢慢都起來 對不對 前陣子我們說的記憶體 對 你看3260的威剛 你看威剛已經漲了一大段了 今天反而盤比較強的時候 他反而開高走低 就是有人跑掉了 跑去買比較低階的 反而最近你看到 譬如說歷程對不對 6239的歷程 6239 對 你看歷程 對不對 這幾天盤不好 他反而滿強的 對不對 甚至你看8110的滑東 對 8110滑東 昨天掌停板 又漲停 昨天掌停 但是這邊其實不要亂追 因為畢竟這幾天有些 我們看到籌碼面有些的這種 隔日沖的大戶 對啊 也發現他們都在 都在琢磨這些低價的 對不對 對 因為沒人敢買嘛 量也低嘛 就想說爛的啊 是 才會突然漲 他們錢多嘛 你看像6168的紅旗 好 6168 你昨天掌停板 晚之後今天就聚聚 對 你今天亂追就被修理了 所以為什麼我常跟各位同學報告說 當然我們要買低檔 但是你還要注意籌碼面 因為籌碼面其實你看到 因為這幾年隔日沖大戶很有錢 他們的力量甚至可以撼動 跟外資對桿 對 對不對 你看6235的滑幅 是不是 前幾天跌停的時候我說 這邊呢 對 不要殺低 我看到有些大戶 內置的大戶法人他們進去買 你看這兩天對不對 就拉了起來 所以其實股票來說 當然第一個我們要看產業的趨勢 現在就是其實庫存也打得差不多了 你看聯發科最近也不錯 對不對 然後甚至你看那個記憶體也不錯 甚至也擴散到下游的封測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說 慢慢的台北股市開始有點 百花齊放的味道 甚至我們昨天說的生技股 今天志勤也強 對不對 1795的美食也強 所以這邊當然 我們就是把握一些低檔的股票 低檔 有等級的老闆都說回溫了 對 比如說你看到南貿也說 美光也是開始會有一些轉機 我們也跟各位同學報告過 說現在NVIDIA就是扶持的就是美光 在記憶體的部分 你看到美光 南貿 8150的南貿 對不對 8150 8150 南貿 有沒有 這好像跟台北股市不一樣 對啊 對 以前南貿也是很牛的股票 超牛 對 但是你看最近也不錯 甚至3711的日月光 3711 日月光 其實也不錯 對不對 其實它這個底都打得很漂亮 所以這邊真的 在電子業來說 你說AI有些漲多了 最近跌升了 開始做反彈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調節 但是你說低檔的消費型的電子股 反而沒有這麼差了 只要有一些集單出來 就變成說有些市場的大戶法人 會進去做卡位 所以這邊的操作我覺得就是 你要分兩部分 有漲多的AI現在開始反彈了 我們要把握說反彈的賣點 對 等一下會叫 對 比如說2382的廣達 好 廣達 我想前陣子在這邊 我說會反彈 應該在211 220 很多同學來問 我說他們都買在260 270 我說不管過也不過你就先賣 對不對 你看那時候買在這邊的都套很久 對啊 270 260甚至280的套在211 大家很害怕 我說會反彈 但是你看這邊你沒有把握住賣點 你看這一次跌到199 跌到199 因為畢竟你說 昨天我們看到說輝達是漲的 但是輝達漲它有一個因素 它漲什麼 它說要聯手ARM 它要聯手ARM搶入什麼 PC的市場 對 它除了有AI它還要做PC 對不對 就像過去AMD一樣 AMD那時候好幾年前兩塊錢美金 對 對不對 對 它跟台積電合作 把Intel的一個市場搶了10%之後 兩塊錢漲到一百多塊 所以這次為什麼說你說 真的 輝達漲 阿翁漲 Intel跌 所以我常常講說產業的競爭力 公司的競爭力很重要 對 技術面有時候你看 你看昨天紅旗也是漲 今天就跌 甚至楊智昨天漲停 今天也跌 因為公布字節不好看 對啊 因為就是短線上會有一些 大戶的籌碼在那邊亂搞 對不對 那我們要避開說 這些不按定的籌碼 不能亂追股票 所以最重要是買好的公司 比較有競爭力的 甚至未來幾年它都很強的 譬如說你看最近的台積電 它還是強 是不是 跌下來都是好的買點 籌碼面當然很重要 你就是要看 這些外資是真外資還是假外資 說實在來對不對 我們常常 你可以看到這幾年 你看到真的外資有買耶 對不對 外資聯俄買 外資對不對 怎麼樣 但是有些是假外資 我相信大家應該 這幾年應該很清楚了吧 什麼凱基對不對 什麼土城 他們都會化身為外資的戶頭 但是他們的進出很快 所以 對不起 真的 我常常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說 就是要產業競爭力放在最前面 對不對 對不起 你看 最近資源有沒有很強 對 因為輝達要跟AMM合作 對 那今天資源的法說 我覺得 對 應該還是 應該會滿不錯的 會滿不錯的 甚至如果說你股價便宜了 對不對 我們說的最近你看陳美財 你看利特漲上去 對 今天利特反而洗刷刷 陳美財還比較穩 對 因為利特來到一個前波的套牢區 會洗刷刷 但是陳美財股價低於淨值 所以每家公司 其實我們去發掘說它的競爭力 然後如果說看到法人的報告 目標都不錯的話 當然在低檔我們就勇敢的進場 好 老師提供的表格還有關鍵價位 通常站上關鍵價位可以偏多思考 如果跌破站不上的話 可能就短線上面要稍微的留意當心 我們從K線來觀察 首先是看的是3035的資源 好 資源來說 這一波真的就是有一個大轉機 其實那時候應該在260 270 280 我在我的教學節目 也跟各位同學報告 說那時候法人大戶給他的目標 因為他已經跟AMM合作 那未來做SEE的話 對不對 有可能變台灣唯一一家合作的廠商 那跟台積電下單 那如果說變成SEE的廠商的話 他本益比可以拉高 過去可能了不起20倍本益比 那現在可能有40倍本益比 那如果說今年上半年賺3塊 那如果三星訂單回來 對不對 那明年又成長的話 那可能未來網上的空間還滿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籌碼面也不錯 你看為什麼投信賣完了 最近又追回來 對不對 你看那資源滿有趣的 投信賣完又追回來 那最近籌碼面也有利於多方 所以我說真的 你現在創意市新是比較貴 但是資源相對就比較便宜 好 那開啟人道走廊的 A案一君老師會談到哪 好的 當然第一個先看圍影 我想我 6669 對 6669 我想我最近也一直跟各位同學報告說 真的伺服器做最多是圍影吧 對啊 最純 對 最純的應該是圍影 所以今天圍影漲停板 所以你真的要看伺服器裡面 最強的指標就是6669 所以這邊整個氣勢 由6669來帶動 關注它 對 一定要 而且它的一個籌碼面也比較乾淨 因為這比較貴 一張100多萬買得起的也不多 那如果說你說像偽創 廣達 技嘉 真的套了滿多人的 你看這一層一層都是壓力 你看這邊 這個黑K的應該是吃掉了 如果以技術面來說 你說今天這個紅K 已經把這黑K吃掉了 對不對 還算漂亮 但是接下來的壓力在這邊 這個黑K 蠻大黑K 對 這邊的黑K就蠻大的 110 對不對 你看上一次這個黑K就過不去 有沒有 上次這個反彈黑K都過不去 再破底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是 所以可能反彈 老實說就到這黑K的附近 我認為你看像這個 對 這邊應該是季線吧 季線會往下 對 季線也要往下 對 對不對 季線也會是個反壓 所以這邊我會覺得說 真的你不要去搶反彈 你有的真的 如果說來到高點 你要懂得高出低進 把你的成本降低 要不然就要做換骨的動作 還要低進 還是換骨好不好 要不然換骨 對 換骨是比較單純 對啦 對啦 因為畢竟你說真的 大家應該很清楚 現在你說 真的你偽創來說 現在九十幾塊 紅海現在幾塊 九十幾 九十幾 對啊 來看一下紅海吧 對 好 那我們看嘛 對不對 偽創上半年 賺一點二三 賺一點二三 紅海上半年賺多少 三塊多啊 對不對 兩個都九十幾 你要買誰 可是他這個看不到支撐 現實很醜 對 但是我說這兩天 應該差不多 對 今天量又更多 對 量更多 股價又低於淨值 我覺得你說 對 是沒錯 淨值有快一百 對啊 一百塊 現在當然是外資 第一個被動的賣壓盤不好 第二個可能受到這樣的利空 但是這個政治的利空 我認為大不了就是罰錢吧 應該是這樣 因為十年前也發生過一次 當時是很多廠商被調查 就罰錢了事 罰錢了事 但這一次是比較敏感 因為它只針對富士康 對 當然 但是我認為就是了不起罰錢 因為畢竟紅海 他們的僱用的人功能也很多 對啊 出口也是佔兩三%左右 所以這邊當然是一個利空好的買點 因為畢竟股價又低於基礎 是認為是還不錯的買點 對 現在的殖利率來看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好 對不對 所以你說以偽創跟紅海 當然我認為 紅海反而是具有投資價值 那偽創當然我們就要看技術面 跟籌碼面 因為畢竟你說這個本益比 譬如說有人估偽創明年賺六到八塊 六到八塊 那你一百塊本益比幾倍 十來倍 十來倍 那組裝廠十來倍本益比 也正常了吧 就差不多 以前都本益比十倍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 前陣子真的是吵得太瘋了 那時候真的一直提醒各位同學 不要追這些AI的組裝廠 那現在有反彈 真的要趕快做調節 或者做換股的動作 有問題可以問老師 等一下怎麼跟老師的論文呢 我們會在最後跟大家來做解釋 另外講到這個紅海都低於淨值 投資價值浮現 那老師今天要介紹兩檔股票 一樣是股價還落後淨值很遠 但是有轉機的 對啊 當然 其實股價第一淨值就是 相對它就便宜 然後你看到陳美財有沒有 這幾天盤不好 它為什麼可以拉 對不對 第一個 有人說因為綠圓貶值 天光板的淨貨成本低 再來其實他們應該都轉型 你看他老闆變何昭陽 對 何昭陽跟3011的很像 金浩 金浩有沒有 跟3011有沒有 何昭陽也入主金浩 何昭陽也入主金浩 對喔 3011 有沒有 你看3011那時候也拉得很兇 最近也是對不對 又蠢蠢欲動了 所以你看這慢慢 其實今年有很多大轉機的股票 那股價又低於淨值 反而是好的機會 它淨值16塊多 你看今天才14塊多 對 對不對 甚至你看到我們之前說的 男子電也是一樣 它只要賣一點點那個護士電子 因為最近 護士電子也受到美中科技戰的牽連 所以你看最近股價也是下跌 但是你看到 慢慢的這個底打出來 甚至比較好笑的是 投信竟然在這邊會買 是耶 對啊 投信怎麼會買 這幾天買 會買沒有賺錢的公司 當然有貓膩嘛 股價淨值在43塊 現在才30幾塊 沒有賺錢的公司 但投信卻 出報告來買 對 因為他們買股票都要寫 為什麼要買自己的理由嘛 對 因為他有公布 他要賣男子電的持股 那讓貢獻的EPS有可能5塊錢 明年可能更高 那再來其實消費電子也慢慢會好 禁值又43塊 是 所以其實這邊很多的公司在低檔 反而你可以做換股買低檔的動作 好 感謝韋群老師的提醒 那今天因為時間有限 老師也準備了生技股的操作技巧 跟一些可以留意的個股 給大家做觀察 那怎麼樣跟韋群老師的索取 您都可以用手機掃一下 畫面上面的QRK 就可以找到韋群老師的Light 那我們節目當中 有隨時把QRK放在螢幕上面 同學沒有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跟韋群老師來詢問 不管是AI概念股 怎麼樣趁反彈賣 或是你想要換股 哪些個股低四季業績好 法人買有轉機的 都可以跟韋群老師來請教 老師有空會在Light裡面 跟大家來做分享還有互動 我要聊一下台北股說什麼今天漲 昨天就有跡象了 越台股破低 但是量縮就是一個反彈的契機 第四季有沒有機會迎來逆轉勝呢 業績股有法人買的準沒錯 怎麼挑 請問鄧老師 廣告回來鎖定五期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期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今天讓很多的股民們 鬆了一口氣 總算反台了AI概念股漲 消費電子依然續揚 最近有一個題材引發大家討論 就是跟軸承相關的 過去我採訪過軸承廠 做的是筆電的這個螢幕跟鍵盤 之間的這個關節叫軸承 那現在軸承應用到哪裡呢 折疊手機你看不到地方 也有用軸承 不讓華為專美於前 蘋果也要折疊一下 第一個是有一個媒體講 蘋果要搶折疊市場囉 過去賈伯斯說他絕對不可能 出折疊手機 現在庫克要打破這樣 賈伯斯當時立下的誓言嗎 因為折疊機真的賣得很好 包含可能用折疊的iPad 先試水溫 iPhone再等等 郭敏祺預言折疊iPad 明年的下半年就會出貨囉 台灣的軸承廠 這個蘋果的好朋友 新日新跟趙莉有機會受惠 就是網友自己想的還不錯 iPad的渲染度 希望它可以改善現在折疊手機 這個折疊處有壓痕的缺點 另外一個折疊手機受歡迎 軸承廠野營成長包含了集邦說 今年折疊機出貨年增43% 法人看好趙莉 富士達等台廠獲利 讓我們抓一下哪些個股有機會 第三季營收包含了趙莉有年增58% 富士達年增43% 新日新年減15% 主要是做這個蘋果的啦 它比較沒有做到華為相關 或三星其他的訂單 但有沒有轉機呢 大家等著瞧 老師 我們先從這個大盤來提問好了 老師常常講過 當大盤要破低但量縮的時候 就是一個非常大 向上反彈的轉機 今天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今天這個機會其實是非常明確 破了16202 但是昨天我們提到說 昨天的量是近期的低量 量縮到谷底了 通常就是另外一波反彈的開始 所以在今天的大盤來講說 這個低點雖然來到16163 可是收盤是收在16309 也就是說真正的破底然後反彈 破底翻了 而且是留長的下影線 所以這個地方 雖然這三個低點破之後 這邊馬上做一個反彈 然後今天量比昨天多 所以你明天要看的是什麼 量要續徵 量不要再說 量要慢慢的放大 那就可以更加的確認說 這個低點已經出現了 也說這個低點 應該就是近期的低點了 那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其實重點在哪裡 就是我們再從產業來看 明年這些折疊手機 軸承廠到底有沒有機會 你看極邦科技說 今年的折疊機出貨年增43% 明年還要成長38% 如果如同他們預估的 也就是說現在是已經第一世紀 才剛開始10月份還沒結束 到明年它的整個產業的成長 其實是沒有改變的 那我們就開始來看股價 股價有的是先行反應 像近期的照例特別強 對吧 非常的強 可是反而到了這個地方 你就不應該要去追它了 我們要去找什麼 符合基期低的或本益比比較低的 這三檔來看本益比最低是新日新 基期最低也是新日新 那怎麼來看呢 我們來看從3548的照例 3548照例 我們看月線 我說過基期你從月線來看 就會看得出來了 最準 對 好 月線圖切換 你看它已經1 2 3 它連漲三個月了 照例已經連漲三個月了 有沒有看到已經連漲三個月了 比如說你現在空手的要去買照例 不好意思 人家已經漲三個月了 而且它本益比也高了 所以短線上隨時有獲利的人會有下車 你反而賺不到甜頭 那你要去買是誰 剛要起漲的這個月 那最漂亮 好 我們看一下富士達 6805的富士達 你會發覺它還在這個地方 受制在這條線 它是整個三角形收斂 如果同學們自己去畫一條線 它剛好就是這樣頂住了 那量也沒有增溫 所以它還是維持一個盤矩 好 那你看3376新日新 3376 你看了就喜歡了 未接增低 這個叫做低 這是冒出第一根 量有沒有出來 這個月還沒收 今天是24號 這個月的量已經比上個月多很多 這是不是叫做底部爆大量呢 對 是吧 極其低 本益比利 就底部爆大量 所有均線在那邊糾結 那這個月還沒走完 所以為什麼我看好的是新的新 因為你要去買市場 未來會漲的標的 不是今天漲的標的 那你這樣買起來 你可以去迎接到後面去追趙利 各位看 趙利100多塊了 然後富士達200多塊了 他還在90塊 90塊 對 很便宜 很便宜 再來昨天我們提到說 昨天大家最害怕叫做創意 那我說不用怕 為什麼 我說除非法人的買超 昨天全部賣掉 沒有 只是賣一點點 所以10月份來講 他還是買了1756張 還是等於說 你看到這個季線附近去買的人 你的成本幾乎比法人低 昨天台積電也是 大家也害怕 昨天台積電跌10幾塊 我怎麼講540再來一次給你 你要把握 如果能夠來536當然最好 不見得會來 我還這樣講 不見得會來 結果你看今天台積電 拍誰 最低就是540 他們不來了 那個我們回到日線 台積電回到日線 你會發覺到他540點一下 今天最低就是540 收540 這個缺口就是540 等於是540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今天第五次 540頂在那裡 那他為什麼 他就不來 其實各位如果看一下他的月線 好 看台積電的月線圖 台積電的月線 它其實是上揚的 你看這個整個趨勢都上揚的 所以基本上各位法輪還是站在買方 所以我們昨天講台積電也好 創業也好 其實今天都有低點 讓各位去做一個佈局 好 今天有一檔新的股票 叫羽龍 2233 2233的羽龍 我覺得他的機會也來了 法輪開始買超了 你還記得昨天我講大眾控 記得3701 昨天澡盤在爆大量 然後衝到漲停 你是要賣的 然後我說他會回到五文杯附近讓你買 對 好 我們看一下日線 好 看日線圖 五文杯 然後可能要把五文杯切出來 五日線 對 好 真的來到五日線 你買不買 要買 打江坡圖來 好 看江坡走勢圖 你會發現很刺激 非常刺激 今天最低是來到65.8 對 你看 你一定買得到 甚至於說 有看我鄧老師同學直播的 我還高掛一點 我掛666 我怕買不到 對 可是666買到 不 衝到718 那你想 昨天漲停滿707 然後回來測五日線 又從五日線拉到718 創高 很漂亮 來 我們回到K線 好 看K 然後回頭來看它是不是量價期 對 好 再看 我們在講大眾控之前的三天 當時是上個禮拜四 禮拜五 是做什麼 是做倉業 1568倉業 來看一下 我是不是說這裡漲停 這個漲停當時爆量 我說就不完了 對 你會說老師今天他有創高 那給別人賺 好不好 到最後不是打下來嗎 你就賺這個該有的兩支停擺 你看今天這個量 沒有過 有量價背禮 馬上就帶一個上一線很長 所以倉佑我們就沒有買回來 反而是大眾控 昨天漲停滿附近賣掉 今天五日線再買回來 同樣是車友 柯老師選的不一樣 因為這是籌碼 籌碼 昨天的大眾控呢 各位 反而是買回來2000張 如果你看昨天的表格 大眾控原本還是小賣 馬上變正的 所以今天他回到這個5MA 你就是買 買了之後馬上拉上去 你又現賺5% 現賺又5% 昨天漲停滿你也賺到了 今天又現賺5% 等於是一來一回 昨天到今天你可以賺15% 因為你會什麼 高出低進 這是真的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的用意是什麼 你要趨勢是往上的股票 不是強反彈 不是趨勢往上 你才能夠高出低進 高出低進 但是如果是反彈就不行 是趨勢往上才OK的 好 那怎麼樣 找到趨勢往上的個股 鄧老師幫大家已經整理好表格了 同學們如果有問題的話 老師也今天新增的羽龍 想了解羽龍跟大眾 怎麼操作的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的QR Code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之後 就可以找到鄧老師的Light 或是你可以輸入這個Light裡面的ID 也可以找到鄧老師的資料 同學們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等一下節目當中 都會有秀這個QR Code 在頁面上面 都可以掃進去 有問題都可以跟老師來提問 老師有時間會跟同學們做互動 還有分享了 表格看完之後 我們時間加快來從K線做關注 OK 我想台積電很清楚 為什麼說來到500市撐住 因為這個所謂20MA是往上翹 對 所以基本上我說機會又來了 果然來500市就拉上去了 好 那因為這些股票 大家都很懂 對 再來就創意 它季線今天又來碰 還刻意說殺到1440 嚇死你 其實都不用怕 因為我說過了 法人還買了1756張 從10月份到這段時間去算 你怎麼買 都比它的平均成本還要低 所以你買在那邊 尾盤真的拉上來了 等它這一次再往上去攻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好 再來看 漢糖其實很強 你發覺它是慢慢在漲 為什麼 因為它有 YOY成長7成 然後再來法人金 偷偷買了2646張 其實等待是突破 哪一天突破漲勢就加速 持有的續爆就好 那光陽科也是一樣 法人越買越多 5300多張 所以回到5MA附近 你要站在哪吧 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對 再來為什麼提到羽龍呢 各位 你看這個抱最大量這一根 是129.5到140 這根K線 這一根K線 是它抱最大量的一根 那你有沒有發覺 它一直維持在這支上盤整 盤整 那今天你看是收在142 142 對 是收在這個支上 很漂亮 量也出來 最大量的那個 支上 量也出來 這個就有點像老蕭講的 站上集結區的意義一樣 那就是另外一波的開始 法人才剛買 也整理也滿多分的 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機會 而且基本面也不錯 本益比也算低 大衝控就像我昨天講 回到五日線要買 早盤我們買的時候 圖還很低 你看我們當時印圖還在663 對 後來我們還是收69.9 這過高 後來是衝到718 很可怕 這個就是趨勢往上的股票 你才能夠利用高出低競賺價差 再來茂林可不可以再等這個 快來了 各位你看 今天盤大家也是很害怕 你看 高點來到266 收265.5 對 只差一塊 差一塊 我們就要過了 會不會明天過了就漲勢加速 可以期待 那原相我們也講過了 對 多可沒變 對 那最主要我們要看 新日新 越來越像 今天其實有轉線創高囉 轉線創高已經在表態了 法人也越買越積極 越買越多 所以我覺得有搞不好 快的話明天就再次的往上推